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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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有个型男乞丐因为长得帅而爆红 他有个绰号叫做希丽哥 因为他不修蝙蝠的外表 因为他不修蝙蝠的外表 跟略显优异的眼神吸引了不少人注意 甚至还拥有一堆粉丝 彰化消防局也出了一名 与希丽哥外表相似的T大衣 因同事之间的KUSO搞怪 将深色大衣换成消防员的消防衣 出马绳腰带换成救援用的四女神 相似度近意外的高达8成 当他出勤时专注的眼神 看起来还非常的有魅力呢 同事来有同事突然发现他眼睛 眼睛鼻子尤其是鼻子这个地方其实很像 那就大家控堂之余啊 然后做一些巧思 然后帮他装个半这样子大概 他是觉得很像很像还蛮像 身防第一大队长邱聪佳表示 彰化的希丽哥希丽的眼神可是不常出现的 只有在出勤时才看得到 因为他一个月至少要出100次的勤勿 认真的眼神让同事才惊觉对上有个希丽哥 替代一男温松林是去年5月到彰化 分队服务 同事在看到大陆希丽哥的照片之后 觉得他很眼熟 就把彰化的希丽哥中班一下 觉得真的很像 哪边哦 就嘴巴以上都还蛮像的 说累一开始会累啊 就是累一段时间之后就不会累了 就是你在救护上面所看到的一些受伤的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他不仅是让你学到怎么去做处理之外 也让你觉得说你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你以后要怎么去生活 商货分队替代一男温松林将于今年4月退伍 平日支援消防勤务不以余力 不论是救灾 救护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在火场间 常可见到他卖力的身影 为了命救援而努力着 在退伍前因希丽哥而发生的小插曲 一男温松林本人并不以为意 认为还是做自己最好 这兄温松林卷